女孩被迫嫁给豪门少爷 但他却始终手身如玉 如今丈夫竟要离他而去 为了留住丈夫 女孩主动献上了自己的初吻 但让美一没想到的是 这一吻却成了吻别 小帅依旧选择了离开 留下他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刚刚这一幕 都被身后的翠花和老王看到了 老王真的是心碎了一地 伤心地转身离开 翠花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虽然他已放下和小帅这段感情 但看见两人亲吻那一刻 还是有种心痛的感觉 然而当老王刚走出机场 却得知一个坏消息 老爷子在家病倒了 救护车已经来到了豪宅 而另一边 豪宅里所有人都慌得一提 老爷子是家里的顶梁柱 绝对不能有事 医护人员连忙将他送上救护车 一家人都赶往了医院 而与此同时 豪门家族老爷子病倒的新闻 立即就出现在各大媒体平台 美爸也第一时间看到了 老奶奶得知后差点下晕 她立即吩咐美爸赶往医院探望 但美爸到医院后并不受待见 她昨天强行带走了美医 当场气得老爷子心惶惶 老爷子病倒和美爸也有关系 而老王带着美医返回家后 街上所有人也赶来了医院 但刚出现在医院门口 就被一大圈记者围住了 小帅的飞轮加上老爷子病倒 两件事足以让舆论满天飞 老王好不容易才挤开人群 将人送进医院 美医见到帅妈后 第一时间将小帅出国的事告诉了她 还忍不住伤心痛哭了起来 但帅妈却劝美医不要担心 她最了解自己儿子了 用不了多久她就会自己跑回来 也就在这时 急救室的医生过来宣布 老爷子刚度过了危险期 现在已经苏醒过来了 听到这消息 众人的心都安定下来了 但老爷子并不想见其他人 他只想见美医 没过多久 美医就来到了老爷子的病房 老爷子开口直接问他 小帅现在到底在哪里 因为老爷子不信任别人 他现在只相信美医的话 但美医却久久不敢开口 如果老爷子得知小帅出国了 估计真的会被当场气死 老爷子也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立即继续追问 正当美医要说出真相时 病房的门却被打开了 美医没想到来人竟然是小帅 爷孙俩紧紧抱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 一切都静在不言中 之前的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 一旁的美医擦干眼泪退出了房间 留下空间给两人 盼望完老爷子后 小帅和美医两人也算是和好了 而帅妈让美医跟他们回豪宅 但美医却没办法答应 好像老奶奶出面 让美医先跟小帅回去 他会帮忙处理美爸的事情 当一家人刚走出医院门口 一群记者立即围了上来 小帅也紧紧握着美医的手 不给他们胡乱编排绯闻的机会 而这一幕 恰巧被不远处的翠花看见 大表哥安慰翠花 这是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感情 他希望翠花能尽快躲出来 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重新投入新感情 大表哥还给翠花安排好的相亲对象 第二天 小帅带着美医出去吃饭 美医连出吻都给了小帅 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快速升温 然而让美医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当去上厕所时 小帅却拿起手机联系前任翠花 但却显示电话关机 于是他打给了翠花大表哥 没想到却被警告了一番 大表哥说翠花去相亲了 希望他以后别再打扰翠花的生活了 小帅顿时就坐不住了 美医刚回来就发现他要走 忍不住问发生了什么事 小帅竟然都不做任何隐瞒 当面说要去找翠花 美医心中无比委屈 他才刚将出吻交给小帅 没想到小帅转头又要去找前任 小帅甚至不顾他的感受 将他丢在餐厅转身就去找翠花了 而另一边 翠花正和一个帅气的男人约会 两人有说有笑交谈甚欢 但下一刻 翠花却看到了突然出现的小帅 小帅让他立即跟自己离开 但却被翠花拒绝了 翠花甚至还叫他立即滚蛋 小帅也没想到 曾经温柔又听话的翠花会拒绝他 他二话不说转身离开了 而接下来的事情 却让他更加崩溃了 美一的父亲当晚来家做客 他非常强势地要带走女儿 老爷子将选择权交给了美一 让小帅震惊的是 美一竟然选择了离开 小帅想要拦都拦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 看着美一跟着父亲离开了豪宅 他一天内失去了两个女